可能明年都還沒行 我不是作出來哄你們的 我告訴你 現在的形勢對他非常不利 他內部這個鬥已經到了白熱化了 就是那個習近平和他的對面 大家都賣命了 你看他最近出了幾個文章 不是講完的 這個文章 寫這幾個文章的人 沒有了生命 已經危險了 他們的勇氣是遠遠大過我 我只不過在外面講話而已 我人身安全 他在外面講話 你想想他沒有了多少生命危險 生命前途他周圍的人 他的家族 家庭的危險 列寫那幾篇東西 應該做回所謂的改革開放 市場經濟 現在習近平可以堅持要走 所謂的計劃經濟 就是說共產主義 但是現在那批人呢 就是由改革開放以來 鄧小平之後 那個家庭的所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些人 還有呢 習近平有很多貪判貪了錢的人 發了財的人 就是和那幫人呢 那幫人呢 現在開錢呢 他們又走不了啊 習近平又不讓他們走啊 那些連護照都灰賣了 現在不是你說走 不是說走啊 很多東西是問的 所以變成這幫人呢 可能在走不了的情況之下 就是和習近平死過 死過 完全是 他們知道呢 如果習近平二十大真是被他連任道了 這個後患無窮啊 完全是他們根本不用想的 而且他們好像我那樣都未必想自己 自己不是再多活10年 20年 但是他們想 他們都要想他們的小孩嘛 他們想他們的小孩 那他們真是愛國的人的 這個是事實的 也真是愛中國的人 覺得中國的文化前導 是應該延續下去的 那這幫人呢 現在呢 和習近平是缺一死截 這幫人呢 雖然沒有軍隊 但是有時候是靠軍隊的 有其他的 是吧 所以他們這幾天就開始 你看看 天天都在那裡翻功 那習近平那邊的人 又在那裡翻功 有些文章出來 他們先頭用筆啦 是吧 文章出來呢 就否定了習近平 又高舉了鄧小平 那接著 習近平又找他的馬仔出來寫 又是高舉 就是貶低 貶低了鄧小平 江澤民和胡錦濤 就高舉了毛澤東那一套東西 那你真是老老實實說 現在10億人口呢 真是信毛澤東那些人呢 但是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樣 有五毛 有六毛 沒關係的 真是信毛澤東那一套東西的人呢 不會多過20% 你相信我 80%還是擁護鄧小平那一套 他們也承認貪污非常之嚴重 而且他們也是參與在貪污裡面 但是習近平這樣累積風行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就不能出聲 但是如果逼到馬尼明年的二十大 真是給它連任 真是走翻了這套東西了 習近平真是快的 他不講理由的 你補習 補習犯了什麼罪呢 什麼罪都沒有 一下子全部都沒有了 所有投資在補習方面的人才 資本 利潤 公司 股票 全部都沒有了 這樣都可以 所以你說這件事 就是說它完全不講法律的 它覺得你補習 最好的例子就是補習 補習是補習都說是犯法的 你找一條法例看看 整個行業就這樣 幾個千萬人了 就一句話就玩完了 這個只不過其中一個行業 很多行業 現在整個地產行業又是比較玩完了 畫幾條紅線 爛爛的樣子 畫幾條紅線是用來住的 這句話已經有問題了 又住又炒嘛 這次叫做懂得經濟嘛 就是用來住就不炒的 就是對那個起價 對那個升值不顧的 那些就是愚蠢人來的嘛 那些就當宿舍 就會這樣做而已 但是當作是自己的財產 當然是誰不希望自己的財產會升值的 怎麼可以說樓不是用來炒 樓是有用來住又可以用來炒 如果是自由經濟的情況之下 炒一點都沒有錯 你法律上沒有寫明炒沒有辦法的 他畫一條紅線就寫了整個樓市 項目就堆倒了 所以現在他就自己負出代價了 你現在這樣就堆倒了銀行 那些樓全部是銀行 在那裡借錢回來而已嘛 我可以說中國這麼多樓價 加起來真的下了錢的那些 25%左右 75%都是銀行才出來的 那你說他堆倒了樓市 傷了誰?傷了銀行 銀行是誰?是不是做國營企業 有多少間市營銀行呢? 80%都是國營銀行來的 那又堆倒了自己 這傢伙呢 就是他們大陸一拍腦袋 他就決定做業了 所以現在 原本我們想著來美國 和美國老闆看看怎麼對付中共 不用了 他真是最厲害的 那次我跟蓬佩奧說 蓬佩奧說起我的所謂 跨國犯罪集團的那個方案 那說到最後 我說我都不是很急 我說現在都不用搞這些東西 他自己對得不自己 蓬佩奧說是啊 他做得快 他們以前做這麼多東西不夠 習近平一個人來的 他們以前這樣來對付中共 要限制他 不夠習近平 我猜真是 他們做的事10%都不夠 習近平在做90%的毀壞 破壞中國的經濟 他以為破壞了 他可以用那套老毛的那套辦法 變得這麼容易 看得太容易 這就是 現在的中國 是跟全世界有互相依賴的 還有中國現在人民 那個 只不過你可以騙他一段時間 當那個經濟下行的時候 他們一看就看出了問題 你猜我懂 在國內那些幹部比我懂很多 他們真的 那些幹部你不要看著幹部 是非常之有能力 又有學問的 又有文化的人 懂得不得了 只不過他不敢說 還有不敢做 他只在那裡看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情況 就非常的嚴重 我看起來就差不多燒到香港了 差不多燒到香港 第一當然是受災難 就是那些所謂債市 美國在香港借了很多錢給那些H股的公司 借了很多 根本很多不知道 他們說恆大的 表面上現在說這麼多 實際上那些不是表面的 你還多一倍 那些人很棒的 去到其他銀行 又在那裡用他的股票 用他的擔保 又借了一大率 他們整個經濟 你記住 大陸的經濟 他很有趣的 我們香港人最明白 我們都是周圍撲來撲去 在那裡炒樓 炒樓有什麼憑什麼炒樓 就想著價錢不會跌的 大陸也是過去那三十年 他真的不會跌 所以你胡亂借錢來炒樓 99%成功的 很少包補 我們香港人是這樣 大陸基本上 他絕情是資本和債混亂了 他覺得借回來的那些都是差不多資本的 因為他的樓價升了 他會還回來 他永遠都是 只是不是蓋樓 公司也是做生意也是 他借錢回來當作是資本 如果你是賺了 你就還回那些債 那就沒問題了 變成你還有多賺的 你就變回你的資本 這就是他的動作 我們香港以前都是這樣做生意的 就是自己拿少少出盡 借銀行的錢 因為香港那時候出口又旺 地價又旺 什麼都好 樓價又旺 那你起了架之後 就還回給民航 那就變成了 那個就頂得住 但是當你還回給民航的時候 那就開錢就倒閉了 這些東西 這種的造型 好聽一點 就叫做 我自己好聽一點叫做奉獻投資 但是不好聽一點 就叫做龐氏騙局 你真是 大家頭腦要清醒 我們以前在這裡這樣炒樓 實際都是一個騙局 很多時候我們根本就是 都是銀行幫你想著 幫你不斷硬硬過了 這些東西我們自己心裡清楚 大陸全部都是這樣 全部都是跟銀行合起來 做一些價錢 就先遮了 先遮了先 然後先洗了先 他打算明天 明天會更好 就希望明天過 你蓋回這些這樣的債務 現在就不行了 那這次的爆 大到你沒辦法上場了 這次那個爆煲 就是它還不到 那你想一下 廣東就是一個恆大王 上海一個世貿王 我以前在上海一個世貿 世貿賓江 賓就是河賓 世貿賓江住的那個 樓靈都好 差不多有三千多呎 我裝修得很好 扔了很多錢進去裝修 看完整條 黃浦江 從頭看得下 看完差不多四十多層 五十多層 看來整條房子都好看完 裝修好 那就是世貿起的 所以我對世貿有些認識 它的成本是很低的 大陸建樓是很低的成本的 就是它那個人工便宜了嘛 你想一下建築材料是沒有多少 建一層樓 建一棟樓 建築材料是沒有多少的 關鍵是人工 而且大陸那時候建築材料 都是便宜過全世界 裡面的洗澡缸 裡面的廚房的東西 什麼都是大陸生產 很便宜的 那便宜到什麼情況呢 一個平方米 一個平方米等於十呎 十呎 都只是說幾千元人民幣 就是說幾百元一呎 香港錢港幣來說是幾百元一呎 然後你炒得怎麼樣 炒得跟香港那麼長 炒得一個萬一呎 你說賺得多厲害 但是實際你又不怪它 說它的資料不好 你給這樣的價錢 那時候中國那個建築材料的市場 就是去到那裡 就是這樣 這家世貿也是香港公司 香港長市 就叫做許世貿 許什麼貿易的 那個老闆 都不是香港主流地產的 他就是在上海搞定了 就是關係搞定了 那就拿到很多地 就不斷 這個是靠這樣贏下去 全部是靠借錢的 借得很厲害 在香港也借得很厲害 在大陸也借得很厲害 那還由上海分類到其他城市 世貿或者其他城市都很快 這個煲 這個煲 它實際它都不算是借得太多 它比起恆大 我估計它沒有恆大那麼浪 但是它有恆大那麼大 這個算下來 我看是同 這個煲在上海 這個爆煲 這個煲一樣這麼大 所以這兩個主要城市 恆大、深圳、廣東 整個廣東省是它的 那麼世貿也是 那些所謂的中上級的 都算是中上級的樓 它的名字不錯的 這兩個一爆就可以這麼說了 決定性的 全中國的地產行業 一玩完就一直是骨牌效應 骨牌連鎖效應 銀行都散了 銀行以後任何貸款 就是由大陸的銀行貸出來 任何貸款都會收緊 因為收緊它沒辦法 它被人撤了這麼多錢 那些一間房產倒塌 它銀行馬上就變了壞債 它借出去給那幫地產公司變壞債 銀行開始不倒 拿錢不倒 股票當然了 一間地產的錢很大比例 在股票市場 股票倒 銀行倒 地產倒 實體經濟倒 樓價跌了 那些人就沒有賣東西的預用 只是供樓 供四樓 那些樓價不會升的 只會跌的 那個所謂的負資產 供還是供呢 這個是排山倒海的 沒有可能不跌過來香港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那幫債的債務在香港發生 香港所有的外資銀行 包括本地銀行 全部有參與的 每個人都想著利息好 借給大陸的一些股股的公司 利息好好的 你查回恆大 很高利息的 有些高到十幾的 就是比起在外國 那它當然是借給那些有 它多少就借 它打算幾年還回之後 那些利息已經賺回了 是吧 香港走不掉的 絕對走不掉的 香港的股市 香港的銀行 這件這樣的大陸這件爆破 香港是絕對走不掉的 所以 每個人在金融界 他們那一把喉就很密的 出了事大家盡量不說 我前兩個禮拜已經講到了 要摸捲大通的總裁來到香港 當然是大件事了 前兩年要匯豐銀行的老闆要辭職 當然是大件事了 那時候那個鑊已經開始了 其實最明顯的鑊開始 就是匯豐銀行的老闆辭職 肯定有筆大錢收不回 銀行有些人辭職就有筆大錢收不回 我們不用說的 我不需要證據的 我們有很多證據就講了大陸 我一看就知道了 那個去世 我都看了那個去世 所以香港無一幸免了 誰還想在香港有得炒 有得炒 沒有了 趕快走的 就是那些錢 趕快換了外幣 走得多少 走多少 英鎊也不錯 我看來 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在英國 英鎊反而在漲 英鎊不錯 看來真的 起碼在英國那裡容易 拿了BNO那裡過了日子 你把錢放在那裡 要很長時間去撕 這件事真的是很大 那我就知道了 我現在什麼都不做了 我現在只是做滅共而已 除了滅共的東西 我也不做 小夏在那裡搞兩套電視劇 那些就是為了滅共而已 很多人看到 知道共產黨的壞東西 不是為了錢一定要賺 如果可以賺錢的話 當然要賺錢 賺了錢就可以 所以才有錢 將來去拍第三、第四套 這些我只是做滅共 所以我對這個問題特別關切 當然有很多現在年輕人 從香港走出來的那些很關切 大家 是吧 我們的鄉下 我們組織就是我們的家園 很關心 但是因為我看的東西 就多過很多人 很多 你看到我的旅行的頻密度 我現在有一波旋 就是我碰到的人 知道的東西是頻密過很多人 我用的時間研究 我一天用很多時間 我沒有這麼做事的 我沒有其他事情做的 是研究香港的問題 就是跟香港有關的問題 看起來 接下來這幾個月 這幾個月 只有 就急轉直下的速度 直接是歷史上沒有的 歷史上沒有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誰還要拿錢留在香港 就真的是 我都免得說 笑這些都浪費我的時間 所以一定要走的 一定的錢一定要走的 糟糕了 整個大陸的經濟都散了 那習近平這幾天 你也看到了 用筆桿字在鬥著 是吧 你看到了 很多人真的要對立他 他不對立他真的整個中國都散了 我看不到習近平有這樣的力量 他的嘴巴就有這樣的力量 我看不到他真的有這樣的力量 可以戰勝那幫人 但是有一個拉鋸的戰 因為那幫人沒有軍隊 公安他們 習近平最近都在公安那裡趕走了 很多人 補回自己的人 這兩個東西 現在那個所謂筆桿子 就是宣傳 意識形 寫的那方面 他都弱了很多 你看到了 胡錫進走 當然是逼他走 是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說 經濟 就是那幫 我叫他們做深層政府 大陸的深層政府 經濟 管轄性的經濟 經濟 金融 一半的不幹子 工業 記得工業 習近平工業管不行 他不是那一批 這幾個加起來力量都很厲害的 他們會全力反撲 不讓習近平現任 不讓他什麼 而且分分鐘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階段 你看到我好像沒有一個小說 這些將來的東西 真的沒有一個小說 沒有人說得準 但是你覺得我有理由的 你就相信我 沒有理由你不相信就相信我 我也不收錢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看了 那個攤牌 他們有辦法的 現在看起來軍隊裡面 都已經有人寫贏了 不服他 疫情不服他 就是這樣說 我再計算一條數 軍隊的控制是表面的 實際上我估計他控制一半都沒有 公安 又是一半都沒有 宣傳 就叫做不幹止 又是一半都沒有 他有一幫人 拼命幫他吹 希望他連日 掛到一尊 我這件事可以熬得多久了 我就覺得呢 宣傳一輪之後 被人覺得沒什麼效果 那幫人就閉嘴了 很危險啊 你看 跟習近平的人 包括我們香港那幫林鄭也好 那個四人幫也好 跟著那幫黑警也好 他們以為是跟習近平穩食 就是將來有好報嘛 他們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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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當日四人幫就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這就是四人幫 這就是那個所謂 他們叫做無盡 無險的險件 無盡 這裡那幫人 那幫 CRA 一 jury 就靠馬 train 和他就是毛澤東支持他們 他們就無盡 搏了膽 現在香港這幫人也是 以為習近平支持他們 什麼都敢做 直至四人幫的下場 跟現在香港的四人幫的下場 是一模一樣 你相信我 一模一樣 他們根本就不明白 他們沒有 你想想這幾個人 哪個人在大陸常住過的 一年都沒有 你想想這幫人 林鄭 鄧鄧 李家超 這幫人有誰在大陸住過的一年 這樣就倒了全副身家下去 這幫人將來全世界一定會制裁他 他在香港留得住 一換換了 換回鄧派 那次你也看到了 林鄭回廣州 她去深圳和廣州 沒有人招呼他 那裡已經擺明姿態 是習的 我們是不跟習的 網東人很尊重鄧小平這個改革開放的 所以這幫人將來真是死無壯身之地 很嚴重 包括習本身 這個不是文明的社會 文明社會 說聲道氣 坐兩年監管完了 在這裏 你以為香港那幫勇武放得過他 真是要他們出血 不是開玩笑 那幫勇武不是和利非的 記住 真是報復的 我都不敢跟他們說話 他們那種憤怒 不得了 我就這麼說 現在那個大勢 對習近平那一套的東西 是極致不利 看到了 是吧 我年半次離開香港的時候 大家都說我是傻的 現在說 現在你看看好像有些理由 中共真是很不行 我當然就是這樣說 我就算了什麼 中共自己就散了 我就沒有人被人搶我 但是實際上他自己真的是在散了 剛剛又碰到疫情 又碰到我們香港這個問題 香港這個問題實際上 對吊醒外國人是非常自由的 那些西人有些經濟的人 各個都來過香港的 經濟好的人 通常都來過香港 沒來過都知道香港是什麼事 都有香港朋友 這件事他們就真的醒覺了 所以現在呢 我真的不知道習近平怎麼過 現在歐洲已經一、兩個國家開始頂了 整整一下就大部分頂了 他們那些人 他們做了現在全部醒覺 看不出有什麼了 他們要支持習近平 已經他們 那些錢你又不能代的 而且中國那些分分鐘是假的 引你的 給你錢 給幾個官員錢 真是給你賺不到的 連那些 他那些非洲的黑幫 兄弟現在都看得不妥了 他們怎麼樣呢 就借錢給你 說和你棄的那些基建 高鐵啊 高價 高價 機場等等 到時你當然是沒得還的了 給他還的 那些國家 你借多少給他就沒了多少了 沒有得還的那些時候 他們說你還不出 那我要你誰去抗 誰去抗 那那個抗呢 是被你拿了 但是你要去開 又要很多錢的 現在沒有錢的 我去那些觀眾有些壞氣 他說 他們這個 一帶一路的基建出口是很壞的 我說我做的 我做就是做這些事情 去到那些國家說 你們需要一個漂亮的機場 哪個總統說不要漂亮的機場 是不是 因為這件事 直接他就可以多些選票 哎呀好吧好吧 千張合同 那些合同的那些國家裏面的那些人 第一 你說現在他是不是 他有得分 是吧 有他2%的朋友分散的 那個項目 那個項目是100億的 2%的朋友分散了 這樣就看不見了 就是錢了 是吧 就是錢了 那錢了 蓋好了 蓋好了 蓋好了之後 這樣就經營了 分分鐘就死了 根本就不夠交通 你明白那些人蓋過機場 根本就不夠那個流量 你怎麼樣呢 那些飛機又要給錢的嘛 飛機要給錢的人 那些旅客可以收錢的嘛 那不夠人 那你怎麼說 那出錢給不出錢呢 那就看回合同 原來看不出錢呢 他有權去封鎖你的國家資產 因為你國家簽單部 他找你財政 他找你財政部 或者直接找你國會通過的 那你簽了他就可以 直接去封你 在外國戶口的錢 國家的錢 國家的戶口的錢 那一封封你呢 那你當然不行了 封封你 他真的是合法的 封你 在外國戶口的時候 那些老百姓 突然出現那些老百姓 在那裡搞鬼的 哇 你破壞我這樣破壞 突然之間那些窮人呢 他還要環保我 啊 突然之間說 說得很自貧貧的這樣 根本也是死活的 所以那些錢呢 那些觀眾 有些觀眾說 好像痛啊 痛誰做的節目 江國瑜仰通啊 同一石頭啊 就是希望智星做的節目 說呢 嘩 那些是出口 是的 那錢又怎樣來的啊 簽了合同之後 中國進出口銀行 遮錢啊 那筆錢不出口的 遮錢給那個外國 然後中國公司呢 就去那裡做工程 做個機場啊 譬如這樣 那筆錢呢 永遠都見不到的 實際那筆錢是什麼樣呢 第一 拿十幾個percent大家分了 那些所謂有一代的那些 包括好像我們那些人 有一代的 那些分了 接著剩下的80個percent 譬如說80個percent就剩下的 只有那家去做工程的那家公司 中國公司在那裡拿錢 賣了材料去到那個外國的城市 幫它建機場 工人都派了過去 免費用本地 本地的那些真的不行了 我們一個中國人受得了十個 我都不知道 做好了之後 那些錢是怎麼樣呢? 實際上那些錢是什麼呢? 沒有去做市場 只不過那些錢是中國國家的錢 借給外國 名義上借給外國 但是實際是付了給中國的工程公司 沒有去到外國的錢 沒有去到外國 那就去到 那在帳面上最後反映了什麼呢? 那完成了機場就反映了 就是外國的工程公司借中國的錢 借中國的錢 還不出之後變成什麼呢? 抵銷了 給你一個礦來換了 那就沒有借了 是不是?沒有借了 變成了中國又拿著機場 機場是食本的 又要拿著那個礦 還要投資下去開礦 那終於真的十個礦 只有一個開了 是幫你賺到錢的 其它九個就不了了之 見得多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一盤這樣的數字 所以誰說在那方面賺大錢那些 他不知道他沒有實際操作過 我們這些人實際操作過 接著收了錢 拿酒記 散貨 還有將來 那個機場沒有人用的 最後就要大家吵架 差不多要打官司的 最後拿到那個礦之後 那個礦又要去投資的 又這樣那樣 又要被人投訴的 這些首尾 那些就給別人搞了 我們就割了和聲就算數了 就這樣做 所以不要想著這麼好 沒見的事 根本就是這些 不是生意 全部夾在那裡騙誰 最後騙誰 中國人民 就是出去那些 同日起那些什麼 那些錢是哪裡來的 是中國人民的錢 實際就是騙了中國人民的錢 中國人民講了什麼 什麼都不能談 那些錢又不能談 錢又不能談 整個國家的預算是沒有 不讓你看的 每年的財務狀態 財務狀況是假的 紛紛了 總之它過得去 下一屆才說 這個這樣合殺的國家 看好笑 所以我沒有 我覺得很有信心 遲早散的 如果這樣也可以下去的 沒可能 它現在還要說到 要抄襲美國 真的這些 自己講到自己都不信了 如果真是信 那些人支持習近平 他現在說出來的那些謊話 他自己都信了 有一部份人信了 習近平他當然要信了 他逼著自己信 他不信他翌日怎麼過 醒來怎麼過 照著鏡子看看自己變了什麼樣子 沒有辦法 根本整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謊話 那個所謂的中國的夢 中國的惡夢 一個謊話的夢 跟美國的夢不是一個夢 現在正在過了一個夢 這個夢就快要醒了 一醒醒就很嚴重 最慘的是現在拜登又學了它 又在那裡印錢 他正在過來了 已經變成了一場 那麼 että 我反正了 你聽說